那這個部分 當然這段期間 我們說外資比較沒有參考性 我們說甚至投信 甚至千張大戶 這個業內的部分 其實都本身都還具有參考性 那照例這一家公司 因為基本上 他可以說是兩邊通吃 現在其實是比較靠近中國陣營 但是我們說 他也是有機會接到蘋果單 反而是今天出現了一個 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說3376的新日新 其實他就是標準的蘋果陣營 結果今天富士達往下掉 我們先來看一下3376的新日新 那因為這一檔 我們比較沒有推薦的是因為 如果今天蘋果要出折疊手機 還有得談 短期之內或許不會發生 結果今天富士達往下掉 新日新在這個地方往上拉抬 是不是市場上面 已經有人推估到後面好幾步 當然還有短線上面 我們還是以有基本面的為主 這個談蘋果的折疊手機 言之過早 照例的話基本上都是有機會兩邊通吃 因為他本身華為跟蘋果的陣營的軸成長 他都有寄到訂單 然後我們從上上禮拜跟上禮拜 千張大戶的持股比例 因為他是一週公布一次的數據 千張大戶的持股比例是有稍微的往上調 這一段期間其實照例反而沒有動 就是因為沒有動 反而他現在本益比其實還偏向一個合理的價位 所以如果以軸程來看呢 我認為應該是照例 所以也不是富士達也不是新日新 反而是照例 那剛剛我們講到散熱的部分就很簡單嘛 這個蘋果的龍頭指標股雙紅 後面需要的是被動式散熱 這個就不需要什麼伺服器那麼高等級的散熱 被動式散熱就可以了 那目前維持的本益比還算合理 因為以散熱族群來講30倍其實不算很貴 這段期間呢 股價其實也沒有什麼動 3324的雙紅 我們來看一下3324雙紅股價的現行 這一段期間其實股價呢 就是偏向於一個區間整理 黏著年限這個地方 也沒有破外資在這個地方 也會買整體統計而言 是買超微微多過於賣超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檔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講的這個CPI的部分 這個不是通貨 不是那個是那個巨流雅鞍薄膜 它原本是軟版的這個部分 當然然後我們說短期 它其實是比較往中國市場做一個靠攏 後面它其實是有機會切入到北美市場 那這個部分原本它就是做手機軟版的 其中一個化合物 然後後面原來發現說巨流雅鞍薄膜 居然可以用在你這個折疊的這個面板上面 好但是它上禮拜已經開始起漲了 現在的操作策略怎麼辦呢 現在操作策略其實很簡單 我們看到漲停嘛 其實這一天也是漲停上個禮拜五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時間點稍微再拉長一點 來甚至我們直接轉換成月線來看 這個對你會發現其實它目前為止未接 我們說2023年2024年 由多少個股基本上已經創歷史高了 它歷史的高點在42塊錢 當然為什麼這麼低位階 是因為它性質上面比較偏向於轉機型 但是它的位階其實不高 當然然後我們說這幾個交日 不建議投資朋友去做一個追價的動作 可是如果後面慢慢有轉機的話 其實我認為它要往四字頭這個地方 做個靠攏其實也不難 所以我們就可以稍微等一下 是不是進行一個比較大級數的修正 修正到這個月線的時候 我們在進場做布局基本上就可以了 了解了 謝謝子東請先回座了休息一下來談談 都說最近行情比較波動 這定期定額要怎麼樣隨之調整 才能在行情當中逆襲 休息一下 齊芳老師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